台湾女星大S近日被爆出病重住院,一度昏迷,甚至有瘫痪的风险,据台湾媒体报道,大S在家中突然不能行走,紧急送往医院治疗,医生诊断出她患有癫痫,并告诉她如果不住院治疗,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身体瘫痪,这已经不是大S第一次住院了,去年年底,她就曾经因为身体不适而入院治疗, 当时她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住院的证据,并称自己是最美丽的患者,不过她并没有透露自己具体患了什么病,这次住院的起因,据悉是因为急火攻心,原因是她的韩国男友,巨俊叶卷走了她的私房前,跑回韩国再婚,巨俊叶是一名韩国人,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多次秀恩爱,并称大S是她的天使和女神,然而在今年5月份,巨俊叶, 突然删除了所有与大S有关的社交媒体内容,并宣布与大S分手,她还表示自己已经回到韩国,并与另一位女性结婚,这让大S十分震惊和愤怒,据说巨俊叶在分手前卷走了大S,价值2.2亿新台币的私房钱,并且悬欠下了大量债务,大S把孩子们安排到了日本东京,与汪小飞和张蓝会合, 一个家庭的三代人,每天都过得欢快,焦点逐渐从大S转移到两个孩子身上,人们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,避开公众眼光的巨俊叶,自从大S闪婚嫁给巨俊叶后,她在华语娱乐圈的,知名度节节高升,要知道她在韩国娱乐圈,都称不上是当红明星, 没有想到如今在华语娱乐圈,却来了一个大气晚城,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小姨子,小S有很大的关系,小S对姐夫巨俊叶的褒奖,达到了崇拜的程度,甚至不必会说姐夫有难认为,同时悬爆料巨俊叶,对大S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,比如把尿,喂饭等等,过去小S频频夸巨俊叶,但是近期她沈默了,让网友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,果然是出有因, 先是张兰在直播间,逢爆料巨叶跑路了,很快葛思琪出来发声表明,巨俊叶并非跑路,只是回韩国与有人相聚,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,巨俊叶回韩国,引发了外界的质疑,很快有媒体又爆出,巨俊叶和大S已经离婚了,面对这样的爆料,很多人都不相信,毕竟二人刚结婚一年多,还是新婚燕儿,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婚吧,不过巨俊叶,回韩国探亲的时间太长了, 不让人猜测都难,就在7月21日,巨俊叶被韩国媒体爆出新动向,相信很多网友看到后,很多人都不会相信爱情了,原来巨俊叶回到韩国,有一种回归自我,释放天性的感觉,多次和前女友蔡妍见面,韩国不大巨俊叶回到韩国,偶尔碰到蔡妍,还能让人理解,只是多次碰到,那就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了, 难道巨俊叶对蔡妍旧情复发,除了现前女友蔡妍之外,巨俊叶还参加了泳池派对,在现场巨俊叶玩得不亦乐乎,要知道大S现在是如坐征战,又要面对黄子脚爆料带来的舆论,还要防住汪小飞,夺回孩子的抚养权,可是丈夫巨俊叶,在韩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形, 对比太明显了,即便巨俊叶没有与大S离婚,如今被爆出这样的消息,对于大S来说都不是好消息,对他的情感生活会带来双重打击,巨俊叶无疑是一个幸运的人,在他年轻的时候,他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,与台湾艺人大S谈了一场恋爱,然后要求对方保密,当他感到厌烦后,提出了分手20年后,当他的事业坍塌,他成为了一个普通人,然后他打了一个电话, 联系了已经成为了,顶级明星的前女友,用一双空手重新得到了人气,对于大S来说,他似乎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,反而得到了财富和名誉,尽管大S的名声并不好,但他从来没有因此受到过伤害,每当有问题出现,他总是以语言不通为借口,就像一只乌龟一样躲在壳里,自从黄子脚开始发生,他就躲到了韩国,甚至没有去检查,对方爆料的真实性,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,他没有为大S做出任何的解释,那么在这段时间里,他都在做什么呢,由于与大S的婚姻,聚俊叶在韩国重新得到了关注,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,情感深深的好男人,有媒体曝光了,聚俊叶在韩国的视频,他在那里的生活非常舒适,有美女和美酒陪伴,整个人都精神焕发视频中, 聚俊叶在韩国的一个无边泳池里,举办了一个泳装派对,现场是一群穿着暴露的男男女女,他们都在泳池里玩耍,聚俊叶则在控制台上打碟,气氛非常好,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每一天,如果他能想起,远在台湾的病若妻子,那真是奇怪了,聚俊叶是一个出了名的好玩的人, 在与大S结婚之前,就有韩国保姆出来爆料,说他身上有怪病,被不满是湿疹,这说明他的私生活并不干净,这次回到韩国,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些事情,有一个女明星出来爆料,说他被聚俊叶骚扰了,养人是师兄妹,但聚俊叶的想法并不单纯,他经常摸他的臀部和大腿,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,他还说聚俊叶已经有了,新的女朋友,他的母亲也很满意, 一直在推动他们的感情,这与小S口中的聚俊叶完全不同,他说,姐夫看起来很有魅力,但在现实中他非常保守,从不看路人,只有大S在他眼中,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,而张岚也在直播中暗示,光头已经逃走了,莫想到聚俊叶居然有两面性,在台湾,他表现得顺从和听话,与大S亲密无比,一旦到韩国,他就变了个人,而且他没有打算回去, 让人疑惑他是不是不装了,他是不是要和大S坦白离婚,大S走到这一步也是自作自受,当初他嫁给汪小飞,是因为他有钱,所以他百依百顺,但是时间一长,他就不再珍惜这份婚姻,甚至未了和初恋结婚,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, 莫想到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,只希望他能早日醒悟,让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,大S与俱俊叶结婚,那也是创下傲人的记录,毕竟刚与汪小飞离婚不久,还带住两个孩子,闪婚在娱乐圈并不少见,但是双方二十年没有见面,就因为一通电话,大S就成为了俱太太,大S的冲动举动,足以说明他多爱俱俊叶, 如今看到俱俊叶与蔡炎在一起,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,结婚一年多,俱俊叶在小姨子,小S眼中是完美的,虽然大S已经是成年人,但是在俱俊叶的照料下,可以说享受公主般的生活,甚至上厕所都需要吧,尿,吃饭都需要人味,如果二人感情破裂,大S身边就缺少了,这么细致照顾他的人,也许有人会说大S不差钱,可以雇佣保姆庸人, 但是这些人恐怕也做不了,俱俊叶做的那些事情吧,人到中年的大S,经历了多段感情,也经历了两段婚姻,不知道他活明白了吗?俱俊叶虽然刚开始,能给他各种浪漫,但是过生活最主要的,还是看平时的点点滴滴,而不是一时上头的浪漫表现,其实细细想来,汪小飞虽然不如俱俊叶,浪漫会搞气氛的,但是他是个做实事的人,不会来虚的, 其实汪小飞比俱俊叶更适合大S,只可惜,大S更重于俱俊叶,你觉得俱俊叶,为什么不回到大S的身边?选择一直待在韩国呢?你觉得他们二人的感情,会破裂吗? 近日,俱俊叶的真实人品被曝光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,韩国好友们纷纷发声表示,他为大S的改变让他们无法接受,因为这与他原本的品质截然不同,这一事件令人震惊,也令人对于人性的复杂性。 产生了深思,作为一位备受喜爱的韩国艺人,俱俊叶曾以其出色的,演技和阳光的形象,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心。 然而最近有消息称,他的真实人品却与外界所看到的形象相差甚远,一些韩国好友透露,俱俊叶在和大S交往期间,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变得自私、冷漠,并且追求权利和利益,无论对于俱俊叶个人,还是整个世界而言,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慎重对待。 希望俱俊叶能够认真面对自己的过去,并通过努力和改变,重塑自己的形象,赢得观众和社会的认同与支持,同时也希望网友们能够理性看待这起事件,不盲目炒作和指责,给予俱俊叶一个转变和成长的机会。